疫情稍微趋缓花林县生命县协会 是三周年的庆祝活动 特别安排在南宾公园的户外剧场来举办 除了表扬资深的机油志工 也透过庆生会和精彩的表演节目 让生命县志工紧绷的心情得以舒缓 让志工们能够重启更多正向的能量 帮助更多需要被关怀的详情 1995专线电话挽救了无数宝贵性命 花林县生命县协会适逢43周年庆 在疫情稍微趋缓状况之下 协会特别安排到南宾公园户外海洋剧场 举办了庆祝活动 要让生命县志工伙伴们走租户外身心疏压 会中我们都会有一些韩方的活动 让大家宅在家里的志工 能够有一个一起来孤展身心 来淋漪的一个机会 希望今天志工的大哥大姐能够充满元气 继续在生命县上守候大家的安全 守候大家心灵上的平安 今年度花莲发生的太鲁阁号出轨事故 以及国内肺炎疫情大爆发 让花莲县生命县协会志工们的服务建树大幅增加 今年比较有特别的状况 是花莲县生命县协会 在4月份全力支援我们派电 派鲁阁事件 这些零难者家属的一个安慰工作 大概有半个月 我们就在接手在岗位 那之后也在电话当中 也协助很多很多的家属 他们心情上拼注的追踪工作 奉献很多 那之后大家也知道疫情 之后很多的经济状况 不好的民众也有很多的电话 所以我们每个月的这个 这个案的变速都在居正当中 县长徐正卫特别到场 感谢生命县志工的无私奉献 并且颁奖表扬了荣誉志工 感谢大家伟大的付出 而会中也表扬长青志工 肯定伙伴们常年奉献的精神 庆祝活动还安排了 精彩的歌舞表演节目 以及大家齐唱生日快乐歌 分享甜蜜蛋糕 让平常心情紧绷的 生命县志工们能够放松一下 走出户外相互联谊 重启正能量 继续帮助更多需要被关系的相亲 介络会欢迎是报道